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海楼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故事呢 今天的国宝档案就让我们去一旦究竟 望海楼几经兴沸 如今是一座宋代建筑风格的楼阁 高三十二米 下面柱高大石台增添了楼的雄伟气势 楼平面呈十字折角形 三层重沿十字顶 中层出回廊和平座 外观显得高大而灵秀 楼的主体色彩采用立壳清灰二色 看上去古朴典雅 登楼远眺 一排排楼房临次致笔 看不到一点海的痕迹 那么为什么这座楼称望海楼呢 这还要从明代讲起 相传望海楼是明代泰州人楚泉建造的 据说楚泉父亲年轻时出海经商 来到荒岛上无法返回 就和一位女人结为夫妻 生下一子一女 后来有商传经过 楚父带着楚泉离开海岛 女人想去追赶 没有追上 于是抱着女孩头海自尽 楚泉长大后 思念母亲就在泰州盖起一座高楼 登楼遥望 提名望海楼 实际上楚泉的身世并非如此 他也没有见楼望母 那么这样的传说从何而来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楚泉得罪了一个人 他就是明朝有名的太监刘锦 楚泉在明成化年间考中进士 为列二甲第一 实称船炉 楚泉官至户部又是狼 他为官清廉 为人正直 生前得到赞誉 死后也被厚葬 这是楚泉墓的十项生 数量众多 雕刻精美 如今放置在泰州的泰山公园里 楚泉任职期间正是太监刘锦在朝中兴风作浪的时期 刘锦擅权专政胡作非北 任意侮辱当朝官员 楚泉看不下去 几次当面斥责 于是刘锦怀恨在心 捏造了这样荒唐的故事 抹黑楚泉 那么既然望海楼不是楚泉建造的 究竟是谁建造它 有命名望海楼的呢 据记载 望海楼最初建于南宋少定二年 也就是公元1229年 建造之初 这座楼并不叫望海楼 而称海洋楼 元代海洋楼毁于战火之中 明家境二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1549年 舟首暴龙在多年的努力下 终于重建楼阁 命名望海楼 据泰州志记载 楼的柱子用珍贵楠木制成 高大粗壮 台积上主楼高三十六尺 横纵广六十步 明代的长度单位和现在差不多 如果按现在计算的话 这座楼的主楼高约十二米 边长约一百米 在当时 这已经是非常恢红的建筑了 据说望海楼建成以后 每逢重要宾客来到泰州 都会被请到这里 艳月歌舞热闹异常 从海洋楼到望海楼 其实并不只是名字的改变 泰州古称海洋 海陵 所以称海洋楼是容易理解的 可明代重建时 为什么改称望海楼呢 这与泰州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泰州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建成史 秦朝史这里称海洋 汉代初年至海陵县 南唐时期 取国泰民安之意 改名泰州 从今天的地图上看 泰州的管辖范围 距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 但在古代 泰州的范围要大很多 在宋代 包括在明代的时候 以及到清初 我们泰州的地域 它的管辖范围 都有海岸线 由于泰州我们这个地域 长期有海岸线 很多人都是靠海 吃海 以海为生计的 江苏盐水博物馆 记载着泰州临海的历史 汉代史 吴王刘碧开拓了 以海陵为中心的淮南沿区 海陵也就是今天的泰州 这是当时主研用的大锅 称铁货 又叫牢盆 这件铁货直径达158厘米 重约三吨 唐玄宗开元六年 也就是公元718年 岩税制度恢复 全国十大产盐区设有盐监 而海陵监为十监之首 据史书记载 唐代全国税收中 盐负占百分之五十 而海陵盐负又占 全国盐负总量的百分之五十 北宋名臣吕怡简 范仲淹都曾到泰州西西盐厂任盐官 这枚泰州西西镇茶盐酒税勿诸记同印 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范宫堤建造时长约八十公里 如今只剩下三公里左右 多年来一直当作国道使用 他是范仲淹担任盐官使 为了防止海潮侵入修筑的堤坝 又称汉海燕 据专家介绍 当年在堤坝内侧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盐厂 盐厂边的河称为串厂河 方便海盐运输 盐给泰州带来了富庶的经济 也带动了这里人文环境的发展 范仲淹在泰州的时候 唐子经也在泰州任职 他们异地重逢 欣喜异常 文会堂曾经是范仲淹和唐子经 诗歌唱贺的地方 如今一直重建 在文会堂 范仲淹以文会友 结识了年轻的胡怨 周梦阳 富弊等 为他日后的思想形成 奠定了基础 文会堂建立之初 范仲淹副诗一首 提出君子不独乐 这是他二十三年后 创作《岳阳楼记》提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源泉 望海楼的名字就与泰州的人文环境有关 据明代重修《望海楼记》记载 望海楼与周围的环境 龙盘虎具 喜科地盛衰 也就是说 望海楼寄托着泰州文人的期望 据说在宋代 出了一百多个进士 但是到了元代 我们的望海楼毁掉之后 毁于冰火之后 林代很多文人都觉得 我们泰州的文运似乎不够 所以他们觉得需要重新把这座望海楼建起来 来振兴我们泰州的文运 后来 施奈安 正板桥均出生于泰州 相传孔上任也是在泰州完成桃花扇 于是望海楼俨然成为泰州文人心目中 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在历史上 望海楼几回几件 也数次更名 但是人们始终喜欢望海楼这个名字 这是为什么呢 2006年望海楼复建 施工时人们发现了 宋代泰州城的排水设施 古寒 古寒与现存的古城墙遗址相距很近 说明历史上的泰州城市 格局变化并不大 在明代和清代的泰州城池图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望海楼 它位于泰州城的东南角 从宋代初建到明代重修 望海楼的具体变迁已经无法考证 而明家境以后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 明代周首暴龙重建并命名望海楼以后 清代康熙年间望海楼重修 改称静海楼 这是静海楼当时的图片 可以看到它是一座三层建筑 在周围树木的映尘下 静海楼显得巍峨壮观 据说静海楼建成的当天 大雨忽质 继而晴空万里 白鹤来响 人们认为这是吉兆 对这座楼更加重视 嘉庆年间 损毁严重的静海楼拆而重建 更名明凤楼 明凤楼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 2006年重修 名字沿用古代的望海楼 望海楼的墙上 是历代文人登临此楼留下的诗文 尽管望海楼数次更名 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它望海楼 当地人对这片海有很深的情感 特别是文人 那就更有情感 所以在当时建这座望海楼 是为了对养育我们的一片大海 有一种情怀 清代同志年间 两怀沿运使乔松年将望海楼列入海陵后八景之一 从此望海楼声明远波 乔松年曾经登临望海楼看到了这样的景色 茫茫茫野色收千里 浩浩秋生共一音 东海阳尘真淡目 南楼笑月此登临 便声玉气排空响 更起伤金望古心 欲界标轮寻节时 云帆带挂又沉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